你們好 歡迎收看7月30日 多倫多明報530 聯邦政府宣布延長逆下商業和個人補助金4個星期 兩個從美國入境加拿大的旅客 因為出事假鏡疫苗和檢測證明 各被罰款差不多2萬元 安省今日確診個案 226宗 多倫多62宗 其二區24宗 楊克區13宗 聯邦政府今天公布延長疫情期間的商業和個人補助金 副總理方偉蘭 和就業部長跨爾特羅 今天聯合公布 主要內容包括 延長工資補助和租金補助 有效期由原來的9月25日結束 延長至10月23日 同時提高8月29日至9月25日的幫助金額 另外加拿大復蘇寶座 和加拿大復蘇病假寶座 都增加4週 直至10月23日 加拿大復蘇寶座 由50週增加至54週 確保已經領完就業保險金的人士 可以申請CRB 分兼財長的方偉蘭今天說 疫情以來去走訪全國 拜訪不同的小企業和商號 電動都異口同聲說 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 就要馬上結業 他聽到這種感慨有幾十次 如果今天做一項最新民調 執政自由黨和總理杜魯多的民望 會不會因為新一輪的紓困措施而有改變呢? 關於延長疫下 商業和個人補助金的詳細內容 可以看明天的明報 部分省份的傳染指數R已經大於1 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 就有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爆發 引發第四波的疫情 雖然譚詠詩沒有說明 部分省份是指哪個省 但是醫療專家就警告 阿伯多阿伯達省過早放鬆防疫限制 這是會可能引起全國疫情反彈 阿省最近新增的確診病例就上升 傳染指數由1.1升到1.4 但是阿省首席醫療官 日前才宣布放鬆當前的防疫限制 由昨天星期四開始 他們進入兩階段防疫計劃 當中包括了新冠病毒測試 即使是呈陽性的人 都不需要強制進行自我隔離 這位首席醫療官說 我們的疫苗接種已經取得穩固的效果 額外的防疫措施不再是需要了 對於阿省防疫措施降低得好像預防流感一樣 安省的醫療專家就提出了批評 多倫多大學醫療網社會醫療部的執行總監說 這一場的疫情是世界性的 各國各地是相互關聯 阿省放鬆防疫限制 肯定是會對其他省份 甚至全世界的疫情產生衝擊 我認為他們是做錯了決定的 另一位傳染病學專家就批評 阿省的決定是早熟的 當前阿省會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 都可能面臨感染印度Delta變種病毒的風險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上個星期 兩個從美國入境加拿大的旅客 不單向海關人員提供虛假的疫苗證明和檢測結果 同時也拒絕入住政府指定的隔離酒店 逮捕之後也不肯再接受檢測 結果被開出罰單每人罰款 19,720元 由7月5日開始 凡是完成兩劑疫苗接種的加拿大公民 和永久居民可以在入境後免隔離 但聯邦政府到目前為止 仍然不容許非必需旅遊者入境 聯邦政府放寬美國旅客的措施 在8月9日才開始 不排除這兩個違規者可能是加拿大人 聯邦政府再次提醒旅客 如果違反隔離令每日罰款5000元 嚴重者更加可以判監6個月 或者罰款75萬 加拿大的溝針疫苗接種 真是越來越麻煩 繼千里達多巴哥現在只是承認 阿斯利康和輝瑞疫苗混合接種 屬於完全接種之外 美國就不承認這一種的溝針組合 美國疾控預防中心的發言人 在一份發出的電郵中說 新冠疫苗是不可以互換的 接種兩劑不同的新冠疫苗的安全 和有效性仍未被研究出來 不過美國疾控預防中心就說 混合接種兩劑mRNA疫苗 包括輝瑞和莫德納 在特殊情況下是可以被接受的 例如第一劑接種疫苗再沒有供應的時候 疾控預防中心這一個政策 是不會對乘飛機進入美國 加拿大人構成任何影響 因為他們現在只需要出示 接受新冠病毒測試呈現陰性證明就可以 但是當美國的綠路稍後開放 加拿大旅客要在綠路進入美國的時候 如果美國政府規定要完全接種了 新冠疫苗的人才可以入境 這樣混合接種了疫苗的加拿大人 就可能不可以去美國了 再有複雜一點的問題就是 歐洲已經批准了承認 歐洲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 但是他們沒有批准 印度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 所以包括意大利、葡萄牙 和波蘭這些國家 他們是不承認印度的阿斯利康疫苗的 接種了印度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的 加拿大人如果去歐洲旅行 可能就要面臨不同的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 樂觀點來看 仍然是有解決的曝光 因為承認印度阿斯利康疫苗的 歐洲國家現在也在增加 其中包括了西班牙、希臘、冰島和法國 英國都承認印度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 不過沒有用 加拿大人現在去英國 仍然是要隔離的 無論他們接種了哪種疫苗 針對多倫多市裡 越來越多土狼出現 對外出的寵物狗帶來威脅 多倫多野生動物中心 Toronto Wildlife Center 說這些可以歸咎於市民 向土狼提供食物 令到他們去到人口更周密的地區覓食 多倫多野生動物中心說 近日在Pime Hills Cemetery 墳場出現的土狼 就是因為有市民向土狼餵食 中心有義工見過市民有這種行徑 另外部分攝影師也捕捉土狼的鏡頭 利用食物來造利 還有也有市民在屋外擺設過多的垃圾 吸引土狼前往尋找食物 中心提醒市民 最好將寵物狗留在屋裡 若要帶他們出去 最重要是和他們上好狗鏈 最近市裏有10歲女童 和寵物狗外出的時候 被土狼襲擊 引起各界關注 天氣報告及油價 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12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21度 明天的油價會上升一仙 每公升是139.9仙 第一宗港區國安法案件 24歲被告唐英傑 今日被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判處監禁9年 停牌10年 法官說 對恐怖活動罪 兩刑起點是監禁8年 就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是以六年半監禁為兩刑起點 由於他不認罪 不能夠扣減刑期 考慮到兩個罪名是截然不同的罪行 法庭決定將恐怖活動罪 其中的兩年半監禁分歧執行 最終判他坐牢9年 他的危險駕駛行為 法官指他是把電單車變成一個致命的武器 警員沒有受到重傷 實屬於幸運 所以他要停牌10年 另外 香港劍擊選手張家朗 星期一在奧運奪得金牌的時候 當日有大批市民在官堂APM商場看直播 在頒獎禮播放國歌期間 現場有人發出噓聲 警方東九龍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 事後跟進了案件 拘捕了一個男子 他涉嫌違反國歌法 並且檢獲了一批港英其次 據了解 被捕的40歲男子 是網媒自由人快信的一名記者 他平時經常親穿女性服裝 出現在示威現場 這宗案件是國歌條例實施後的第一宗 香港隊游泳代表何思培 今早在東京奧運100米自由式決賽裡 又再拿到一面銀牌 在官堂APM商場 今早9點半之後 陸續有大批市民去看直播 決賽期間 一度有超過500位市民在場 現場歡呼聲和掌聲不斷 氣氛高漲 市民李小姐今早也特意去APM看直播 而且他想留意一下有沒有人在這裏 他想告訴其他人 香港人是應該不分顏色支持運動員 而最新的消息說 何思培因為拉傷了背肌 所以他不能在明天50米自由式出賽 很興奮、很開心 覺得很厲害 多人拖人看 喜不喜歡在這裏看比賽? 喜歡 有甚麼想要想問 加油 我都是特意帶這兩個小朋友來感受一下氣氛 讓他們見識一下 希望每個運動員都努力、加油 不要放棄、堅持到底 很高興、很熱鬧 每個人都很專注這個賽事 每個人都很希望得獎 相當興奮、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希望他們繼續努力 好,好,這邊 來吧 好,這邊 文化帳在這裡 這個月之後都是上課 其實從這個月開始 即是 今天是幾日? 7月開始上課了 這個星期因為剛剛開始來 即是離開TVB 第一次出來工作 所以現在開始習慣一下 自己跟隐法 你能應付自己的事啊 是第一職董 你還炒周底 是啊 是,這次是第一次 我何嘗你做主席 現時上唶 讀了一個音樂製作 Course 在赫尼活 讀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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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ンド來上網還好то夜會睡 讀到四時大約 還有些功課做 希望表演時 如果出 音樂之後 自己可以多貼分參與 多一些 我覺得上年做完獨立音樂人之後 都習慣跟進自己的事情 但是當然很多事情都還要適應 我就趁剛剛完約 就接下來去個Honeymoon 因為Fat他9月有個show 在Reno 即是美國的西岸 我們就早一個月去Honeymoon 回來一次過隔離 最近都是看奧運嗎? 是啊 很忙啊 早上又要看奧運 下個星期就到我朋友打Golf 代表香港出戰 星期四打到星期日 所以很多事情要跟 今早又看何師傅 很開心 多謝大家看到最後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和讚好 繼續支持我們